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了四年的大马哈鱼又回到了故乡日本 因此秋季正是日本沿岸设置固定渔网捕捞大马哈鱼的全盛期 日本的天然大马哈鱼是高蛋白的健康食品 最适于嫩煎和油炸 作为鲜鱼和食品加工原料大量出口 被称为红鱼籽酱的大马哈鱼的鱼籽及桂鱼籽 是寿司的精华 很有人气 用酱油等调味之后作为高级食品上市 在日本 为保护大马哈鱼和尊鱼等鱼类资源 每年有超过40亿人工孵化出来的鱼鱼被放流到河里去 通过这样不懈的努力 1970年前后 一年只有大约2万吨的大马哈鱼和尊鱼的捕获量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超过了10万吨 近年来一直保持在15万吨左右 在日本 盛行青干鱼 鲦鱼等的养殖 近年来还实现了金枪鱼的完全养殖 稳定供应高品质的水产 日本是世界第一长寿国家 据说原因之一就是自古以来日本人常吃鱼类 从各种水产中摄取了优质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 及丰富的矿物质 高品质的有益健康的日本水产 请大家务必品尝和享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